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我是沈文童 最开手带您看到国际股市 美国企业最新公布财报强劲 以正市场预期降息的乐观情绪 美股四大指数周日收涨 道琼工业指数飙涨超过740点 再创收盘新高 台股方面台积电法售会前夕市场观望 加上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称 台湾应向美国付保护费 影向市场信心 全职电子股今天熄火 掌权指数最低处两万三千六百五十点 中场市收在两万三千七百六十九点八二点 下跌两百二十七点四三点 而台积电以一千零三十元作收 下跌百分之二点三七 联发科收在一千三百二十五元 跌幅百分之一点四九 涡海下跌百分之零点四七 收在两百一十二元 法人分析 川普论点影响有限 关键就在台积电周四的法人说明会 如果释出正面讯息 市场资金有望回流到电子肋股 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称 台湾抢走晶片生意 应该向美国付保护费 而此番言论引发台湾产业界关注 何说董事长佟子贤也表示看法 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提到台湾 拿走美国晶片业务 并提起台湾应向美国支付费用 话题一出台积电ADR在盘后交易 应声下跌百分之一点三 台积电周三开低走低 下谈一千零二十五元 目前这些我们就谨慎的观察 不管是两位总统谁当 两位总统候选人谁当选 当选的人是不是依旧 这个了解台湾的重要性 了解台湾目前在全球扮演的 友善又积极又有贡献的这个角色 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 副总统肖美琴出席论坛 主动提及美国政界出现戏剧性发展 全球经济面临大环境挑战变化 但他强调台湾科技产业 展现强大韧性和适应能力 台湾跟世界接轨 以及台湾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上 所扮演以及发挥的关键角色 不过台湾要发展AI 外加电动车等产业 能源问题迫在眉睫 经济部日前评估 未来四年AI科技用电就将大增八倍 2030年用电量给大幅增加13% 传业进入第五次AI工业革命 用电恐怕只增不减 至于下半年苹果年度新品iPhone16 预料拉货力道比往年更强 同此前分析各家大厂投入AI晶片发展 高通在AI表现相当好 Intel超微晶片在AI晶展上也都不错 消费者会因为AI结合手机和结合笔电 会有一波新产品的热潮 新大级视频加文审美彤 台湾台北报道 好 美国媒体16号刊登 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前总统川普的专访 涵盖台湾中国新任财长人选等多项议题 川普专访时表示 如果当选将对中国征收最高100%的新关税 16号美国媒体彭博商业周刊 刊登对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川普的长篇专访涵盖众多议题 川普提到如果当选 将对中国征收60%到100%的新关税 川普专访时说 关税将带来两个效果 从经济角度来说 他很棒 这对谈判有好处 此外不止经济 还有其他效果 像是我们不要去打仗 或者我不想让你去另一个地方打仗 记者也向川普提问 是否会保护台湾抵抗中共 川普表示他非常尊敬台湾人民 但也表示他们确实拿走了我们大约百分之百的精品业务 我认为台湾应该付国防费给我们 你知道我们就像保险公司一样 台湾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 川普在专访中表示当选后会让联准会主席鲍尔完成任期 并提到联准会在11月总统大选前应避免降息 以免被列为拜登任内政绩 川普也考虑指派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 担任财政部长 不过对此摩根大通并未回应此评论 新唐人亚太电视成辉魔章 齐林综合报道 好 瑞士公布最新报告指出 美国如果对中国所有消美商品 可60%的新关税 将使中国经济成长率腰斩 美国前总统川普曾表示 如果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 可能考虑对中国进口产品 可60%税率的新关税 而对此瑞银经济学家指出 这意味着北京当局今年的经济成长目标 5%难以实现 并认为即使中共推出刺激措施 反制任何关税所造成的影响 但明后两年的成长率可能降到3% 报告也强调 中国可能采取相应的财政措施 和宽松货币政策 预估人民币对美元贬值5%到10% 好 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15号召开 外界聚焦中共当局 试图挽救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 而官方发布数据声称 第二季GDP年增4.7% 低于市场预估 而上半年GDP年增5.0% 我们请教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峰 怎么观察中共在敏感时期 来公布这份数据 透露哪些讯号 而中国党魁习近平宣称 目标放在将中国打造成全球制造业巨头 外媒直指并不看好 你怎么看习近平的盘算 请教您看法 我想对中国来讲 他一直都想办法想要去挽救他现在国内需求不足的一个状况 那习近平他想要去在三中全会要直接去宣示 或者是未来要持续打到中国成为这个制造的中心 我想这个跟整个国际供应链重组的趋势是完全背离的 那如果中国还是执意要这样做 重点不在于用这种宣示或用租税的改变 租税的政策 而是要真的有办法在他法治上 要去改变大家对于中国法治的信心 那以目前的趋势来看的话 美国欧盟这些国家 那他们对于中国的一个贸易制裁或科技管制只会越来越严 那这些走出去的厂商 或在海外已经新建产能的厂商 大概不太可能又回去中国生产 那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想中国或习近平他这样的宣示 大概效果是非常非常有限 那如果以目前整个中国他整个面对的国际大环境来看的话 他自己本身的民间消费的动能是非常不足的 因为他的CPI年增率6月还是呈现0.2%的成长率而已 年增率而已 所以从1到6月来看的话 除了2月有比较好一点 那1月是负成长 那2 3 4 5 6月大概都只是低度的年增率 都是微幅的增加 所以整个中国通缩的情况并没有改变 那中国整体他民间的投资呢 过去在第一季的时候表现还不错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面对到美欧 他们对中国这些电动车成熟制程晶片的一个制裁 那未来已经发生了这个电动车的制裁 已经正在开始 那未来成熟制程的晶片 那这些锂电池的制裁的效果慢慢出来的时候 我想他一定会去减少中国的这些厂商民间投资的诱因 那中国自己本身厂商民间投资的诱因减少了 那外国对于中国的直接投资 在今年上半年 去年的年减幅度已经高达82% 今年上半年 中国商务部最新的数据又减少了21%以上 所以把这个民间投资拿出来看的话 中国的民间投资还是持续在减少 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下降 那剩下就是政府的支出 那我们都知道政府这个目前中国政府 他的财政是非常的困窘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开始去对一些企业 开始进行追税很重要的原因 他的货币政策其实也已经用了非常多次的宽松货币政策 这个效果其实也越来越小 所以中国唯一大概就看看出口还有没有办法再改善 但是出口的部分就是跟贸易制裁也是一样的 他的出口是直接持续的在这个未来一定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因为贸易制裁一旦开始效果开始出来 关税一旦开始特征 那出口就会慢慢的减少 其实有一个我们可以去看到 中国经济已经慢慢在持续的在衰退 另外一个指标就是他的进口是持续的在下降 我想这个也是中国非常担心的 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再继续生产 或你没有能力再继续生产了 你的进口的需求当然就跟着降低 所以整体来看虽然习近平他一直持续想要吸收外资 那希望大家可以去多买房 去多投资房地产 但是从这几个月的这个效果来看的话 这样的一个这个中国经济往下走的一个趋势 并没有因为中国的政策而逆转 即使中国推出了所谓希望大家去更换新的家电 更换新的汽车 我想都没有改变这样的趋势 所以习近平他宣称他要发展中国成为制造中心 我想是跟现在整个国际供应链的重组 是完全背离的 而且应该是不会成功的 美国前总统川普遭遇枪击事件之后 Bitcoin Magazine执行长证实 川普仍将出席2024年比特币大会 消息也让比特币突破62500美元 创下两周以来的最高点 周一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6月新建住宅价格年减4.5% 创下从2015年6月开始 9年以来最低 尽管当局称采取支持措施 但受到重创的房地产业仍然没有触底 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惠兰表示 一直关注美国政府对中国电动汽车 太阳能电池 电动汽车电池 钢铁等产品 征收更高关税 他说外界普遍认为 20多年前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个错误 Google母公司Alphabet被传正在洽谈 以约230亿美元 约新台币7471亿元 收购网路安全新创企业Wiz 希望借此收购 强化Google的云端安全业务 将是Google历来最大收购案 新台人亚台电视整理报道 来靠今天的产业动态 AI伺服器需求需强 Trendforce最新报告 上售今年AI伺服器出货量 预估产值将年增进7成 台湾雷虎科技近日宣布 已经和美国无人机3D练营大厂RapidFly 签订合作意向书 将为台湾国防产业带来最新3D练营无人机技术 并在台湾设立研发生产基地 而今年全台湾七都核发建造走势各有起伏 高雄一到五月建造数量年增高达79.4% 另外联锁餐营业者逐渐今天召开供应商年会 一共邀请200多家供应商在台中起聚 将在基隆台中亥南区建置仓储 预计最快明年7月陆续完工 法律法院周二三读通过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NCC在7月底确定将谨慎三位委员 而对此NCC主任秘书黄文哲17号表示 针对近期刑事验证审议 确定无法在仅剩三个委员的状况下进行 会研议是否能够重新调整相关程序 避免攸关名声的部分受到影响 但确定现阶段iPhone16无法通过刑事认证 预计下个礼拜会公布作业要点 带来关心 台塑集团今天举行调薪协商会议 由台塑集团总裁王文渊 率领台塑私保董事长等高层 与工会代表讨论 最后拍板所有员工加薪3% 以目前台塑员工平均薪资 约新台币5.75万元来计算 每人每月加薪1725元 调涨后员工平均薪资逼近6万元 针对工会代表日前提议的月增600元 员工伙食津贴 理事长陈宏如表示 总裁同意日后另找时间协商 可以感受到在景气不好的环境下 公司仍相当有诚意 行政院长竹荣泰今天17号与媒体查续 回应有关核能问题 竹荣泰是再次强调会稳定供电 至于未来的新核能 政府决定采取开放态度 他也透露大投资台湾计划的初步愿景 行政院长竹荣泰与媒体查续再次谈到核能问题 他指出从用电量来看到2030年之前 台湾还有200万千瓦的余域 至于未来的新核能 政府绝对采取开放态度 新的核能它如果没有核安的问题 它能够没有核废料的问题 而且从世界所有的国家 包括台湾都能够去面对它 接受它的话 那当然未来的新核能 就有任何的可能 经济发展委员会收场委员会议 周四登场 卓荣泰透露大投资台湾计划愿景 他表示期望透过计划吸引海外资金回台投资 初步估计达新台币30兆元 包含长照 都市更新 新创科技 政府都希望有更多资金投注 我们台湾有非常好的科技人才 我们台湾有非常好的这种研发 跟投资的环境 我认为我们有信心 这些高端的研发技术留在台湾 是对于这些产业现在最好的选择 对于川普提及台湾应该给美国国防费 周荣泰回应台美关系近几年来非常坚定 维护台海与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使大家共同责任跟目标 台湾愿意付出更多责任 新唐人亚特电视池千里张其林 台湾台北报道 电动车产业证明领两大挑战 特斯拉的绝对优势可能不保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唐人财经新闻 来看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首先彭博社报道 美国对中国实施更严厉的金片贸易限制 周时报报道 MF警告降低通膨道路上将出现坎坷 华尔街日报报道 华尔街希望加入美国电池储能科技热潮 另外日本产经新闻 特尔塔安全认证造假 三款车款8月起停产 全球聚焦电动车产业发展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教授 今天在论坛时提到 电动车产业正面临两大挑战 即将改变汽车产业 而特斯拉目前享有的绝对优势将不复存在 somehow Tesla in our calculation still top number one but with a huge risk these days the sort of historic unparalleled advantage for Tesla essentially over it's not just BYD is closing in but about to see is whether it's VEW all the way to Ford they are waking up to the industry dynamic also woke up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it's not just BYD itself you saw the CEO from Mercedes-Benz also acknowledge there's only two technologies that matters almost in our automotive industry one is electric drive train including battery the other one he said software in these two domains we have decided to vertically integrate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Mercedes-Benz decided we need to own them we need to understand and own them 另外来看到全球电商龙头亚马逊 年度会员日周日起跑 被视为电商市场的重要风向球 而根据预测为期两天的活动 业绩渴望突破140亿美元 写下新记录 美国商业促进局也提醒消费者 要慎防各种诈骗活动 亚马逊会员促销日到来之际 美国商业促进局提醒消费者 在网上选购时 要提防外观相似的网站 好的离谱的媒体广告 以及不请自来的电子邮件或电话 根据网络安全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 6月份出现了1230多个 与亚马逊有关联的新网站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恶意或可疑网站 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数据 2023年消费者报告说 因诈骗而损失约100亿美元 比2022年猛增14% 该委员会表示 网络购物诈骗是即冒名顶替诈骗之后 报告数量第二多的诈骗形式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 田园综合报道 红海玉龙共同打造电动车 将代表台湾登上亚洲越野拉利赛 旧期下马上回来 回来 大家看到全台首座小水利发电厂 今天17号在台中正式启用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 预估一年可以产生约100万度的电 可提供1000张再生能源凭证 全国首座台中市主导开发完成的 小水利发电厂17号正式启用 以石水科吸水发电一滴水三利用 一年可产生约100万度的电 我们地方政府可以自己来建制 全台湾第一座的小水利发电厂 这个小水利发电厂呢 可以发185K网 虽然不是非常大 但是按照中央的标准 也可以售出1000张的绿电凭证 这项计划采用红锡市小水利发电机组 饮食水科吸排水水源 利用水流位能带动机械运转产生电力 公司丽单位共同合作产出的绿电 及绿电凭证将由台达能源收购 台达电我们的需求是在2030年 我们要达到R100 这个部分的话是台达的一个 很重要的业绩的目标 那透过获得这一个小水利的绿电绿能 我想这个部分对我们达到R100 是非常非常有注意的 不管是亚马逊啊 不管是NVIDIA 辉达都要来台湾设厂 那这些大厂他们对于世界的承诺 就是他们百分之百要用绿电 所以我们的小水利发电 确实是一个提供一个绿色能源的一个解方 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出席表示 台中市府首度推动小水利发电 未来可再多复制推广到全国 运用台湾特有的山河地形特点 相信可以很快让台湾有更多再生能源发电 新唐人亚太电视秋天喜 高建伦 唐吉安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台湾国产电动车将成为FIA亚洲越野拉力赛史上 第一辆纯电动车参赛 下个月前进泰国 越野赛车好手陈和黄就表示 希望能够将台湾品牌的车带上国际 台湾国产电动车即将登上FIA亚洲越野拉力赛 周三公布出赛车 有台湾越野赛车好手陈和黄 帅台湾队下个月前进泰国参赛 而这也将是亚洲越野拉力赛史上 首次有二轮驱动纯电动车 我都已经跑了四十几年的赛事 从来没有用过一个台湾品牌的车 我一定要完成这个心愿 把台湾带到国际上去 其实让大家知道我们除了AI 除了大家想的晶片以外 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好的造车工艺在里面的 陈和黄对台湾电动车有信心 车身涂装更硬上台湾国旗 因应长达两千公里的赛事 地形充满坑洞 拧拧等挑战 车子除了轻量剥离 更换轮胎之外 也将电动车的电池 水箱移置到后方 并做了全车防滚 如果碰上意外 可以更好地保护驾驶 改装过程也和洪华先进及纳志杰三方讨论 赛事也将带领台湾消防队员一同参赛 消防署署长肖幻章亲自授旗寓意 旗开得胜 凭今年拿下更好的成绩 新唐人野太电视 林玉堂 曾新敏 台湾台北报道 在刚明天 7月18号 金极寺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首先台积电法人说明会 Nokia Netflix财报 美国公布上周的出领失业金人数 另外SWISE公布6月人民币支付占比 以上是7月17号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沈维彤 再会 znaczy 海上周的出领失与 comprar